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我是小尹 上一次我放的中国旅游攻略,分享蛮不错的 然后加上我最近跟我家人去泰国旅游回来 所以我决定出今天的这一期泰国旅游攻略 以我在那边6天的经验来讲的话 在小红薯有很认真找的餐厅 都是蛮便宜而且不错吃的 比如讲好像Eater Restaurant1981 它那边的选择蛮多的,食物也蛮好吃 我们每个人都吃到很薄,而且也不会很贵 七个人我们吃了一千零三看书 China Town妈妈的教师馆我们七个人吃了五百五十一看书 那边也是很多人牌备蛮好吃的 再来是shopping时候的旧型Google Lens 你这拍一张照片它就可以当场帮你翻译 比如好像讲我要买Lens的时候 我拍一张照片,我就可以知道它是热刨的还是热刨的 ICF这一同时可以比较很多国家的货币 而且它的汇率是最新最实施的 还可以自己customize home page 比如讲,像我要看新币,我就可以从里面选出来放在我的home page 泰国有一个叫车的app叫Bot 它是跟Grab差不多一样的操作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你在pick hour叫车的时候是很难很难才可以叫到车 然后第一次用这个app的人呢 你们可以去跟已经有在用车的人拿他们的referral code 这样子你们第一次叫车的话就可以有50块泰族的sec code 比如讲好像这个是我的code,可是我不确定能不能够用的 因为我上一次用的时候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情 每一个account都会有自己的code 如果你是一大班朋友去的话,你们就可以交换这个code来用 Google map主要是用来看路线,跟我们在马来西亚一样用 BB Carrier是泰国的公共交通app 只要填写目的地,我们就可以看到路线,时间飘潜 有点类似像马来西亚的moving 泰国的BTS就像马来西亚的LRT 它是在马路上的桥运行的 有分两个路线,一条是浅绿色的,一条是深绿色的 BTS可以直接去到的著名旅游景点 电话卡方面的话,会建议大家去Shopping卖好店 虽然讲泰国的机场一下几桌可以买到 但是他们价格上面还是有差的 我在泰国机场买的8天15GB 用了299泰铢,大概是马比38块这样子 上Shopping买10天unlimited data,才30块不到 所以如果你去Shopping买的话,你不只省了8块钱 你还想有更多 货物必须是从有这一个表示的商店买的 买了过后60天内要旅游 一个旅游景里面买超过2000泰铢 你就可以给店主你的passport 然后还就会把你弄那个退税单 然后给你那个旅游景 以下这些商品都是你必须要给TASAM看过了才可以带走的 这个字我真的会去到哪里都一直在找 讲到厕所,我一定一定要讲的一个东西就是 一定要带PSU还有WayPSU 因为我去的厕所大部分都是没有冲水器的 很不方便 我展示一下你身上厕所 没有冲水器 没有外地处 没有冲水器 不会太语会有很大的沟通问题吗?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如果是去好像旅游分地的这种地方 他们的人大部分都是会讲英文的 因为他们要说生意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OK 他们那里还是有一些人只是会讲泰文 所以我们讲话起来要用翻译这样子来沟通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难的地方 还有不要忘记在国际敲透 需要的朋友可以按这个视频里面的领买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有帮到你 希望你帮我点赞 还有分享给你 就像这里一起去泰国玩的朋友 我们在一个影片再见 各位美女 这一间必来 试过几家阿姆的冰波后 我最是最满意的 六子一 来到了汤人街 这个也是有做了风课的 看到这样多的课流量 我们就大概放心了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